彼岸花开 开彼岸 望穿河畔 亦望穿 奈何桥头 空奈何 三生十上 写三生 还是觉得这两句有点死板 杨阳 我先走了啊 杨阳 走这么早啊 谢总 早安 你怎么在这里啊 这个是小区门口每天要排队才可以买到的煎饼 要不要尝一尝 我赶时间上班没时间 上班也是要吃饭的嘛 小妮 小妮 谢妃 我有那么吓人吗我 早安 你还吃的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最近训练得太辛苦了 总是觉得饿 而且还经常吃不饱 今天有一场唐雪女二号的事业 我知道啊 那如果她选上女二号 你会不会难过 不会 我已经把所有的角色全都准备了一遍 就算我这一次选不上 那还有下一次 还有下下下次 还有下下下次 好 好 那我们走吧 嗯 你吃了吗 吃过了 你吃了 你要不再来一个 什么 重大消息重大消息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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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什么 你们才昨天下班我看见谁了 是谁啊 我看见夏晓宁上了顾总的车 什么什么什么 汪组长 你是不是太大惊小怪了 我还没说完呢 我还看到 顾总给夏晓宁亲手系上了安全带 那脸和脸都快踢到一起了 那眼神 那表情 我就没见过 这顾总这么温柔 天哪 不会吧 顾总跟郝总才是我心目中的官配 对啊 而且顾总跟夏晓宁一点都不搭 就是 就是 晓宁 晓宁早啊 吃了吗 今天一定要 拜订 唐老师 我们这边可以了 不着急 今天不就我一个人吗 等我补好了妆 脸好看了 心情就好了 心情好了 正态自然就来了 急什么 好 准备好了吗 好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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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开始了 我刺向她 我为什么刺向她 你难道不清楚是何原因吗 都是因为你 都是因为你 因为你林漠涵 林漠涵你到现在还在装无辜吗 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 你不用惺惺作态 好 你不让我见她 那我先杀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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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停一下 你觉得刚才那几句怎么样 还可以吧 不过早上起得太早了 声音状态的确一般 这与声音状态无关吧 那就是设备的问题呗 你们录音师设备没跳好 这个录音棚是你指定要用的 录音师是我们菠萝最优秀的录音师 他已经提早一个小时过来调试 我的意思是 设备没有问题 录音师也没有问题 而是你在声音控制上有非常严重的问题 破音 甚至还能出现 在一句话中有两处破音 这从你的专业角度来说 是不允许的吧 可能是我最近火锅吃多了 嗓子有点不太舒服 适应效果很不理想 我希望你可以调整一下 主要是我昨晚才看的稿子 还不是很熟悉 再说 差不多得了呗 虽然有点瑕疵 但我觉得也足够了呀 在我这儿从来没有差不多三个字 好了 我 再录下去也是浪费时间 是你们邀请我说定了我才过来的 我还觉得浪费我时间呢 艳然 这就是你极力要推荐的唐雪 受她专业能力强经验丰富 我问你 你听过她的配音吗 这件事情 确实是我疏忽了 抱歉 我一定好好跟唐雪说 让她赶快进入状态 不用了 这不是状态问题 是态度问题 公司还有时音 我先走了 各位老师 我这段可以了吗 可以了 是这样啊 你之前的配音呢 一直都流于表面 但是我今天能感觉到你走心了 挺好的 挺不错 谢谢老师 顾总 顾总来了 你们继续 我们上 好 这是拼分饼 好 三月河边 桃花盛开 河面上飘着花瓣 林墨涵穿着男装 顾子轩坐在河边看书 林高台之上 手握一把百灰 谁也别想逃 天上人间 恐怕再没有比这杯酒甘甜醉人 墨涵兄 这可是规格女子仇绪 我素日让你多读书 你总是不听 我心中既有些怕 我从不喜欢解释 但此刻 却不由自主地解释 苍天啊 我有罪 我在哪里 好 下一个 好 生者可死 死者可生 生而不可于死 死而可不负生者 你看这个 还好 皆非情之至也 好 小娘 怎么样怎么样 你之前不是跟我说过 我有些断句上面的问题吗 嗯 我这次全都改进了 但唯一一点就是 有一场雨中的哭泣 我没有爆发出来 也不知道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 这么多人来试音啊 想得到一个角色还真是不容易 小娘又几场哭戏 一直没哭出来 可能是她太紧张了吧 这紧张谁没有过啊 我记得当年我录一个笑 急得我在棚里呜呜地哭 顾总 我觉得还是给她一些成长的时间 跟空间 您觉得呢 这次海雪本来就是要给新人机会 嗯 汪组长 把所有定下来的配音演员 通知他们下午准时开始 好的 郭总 老师 下午两点半 哎 郭总 那咱们谁去通知一下 这个女儿的人选啊 我去 好 下午两点半 我希望所有演员坐在一起 唯独一下剧本 好 您放心吧 我来通知 有段时间没见到你了 你是都躲着我们制作部吗 最近忙 是真的忙 不是因为别的 你们管制作管内容就行了 其他都得我来 别说你们呢 公司我都拿得待个整天 到处跑 那所以 怎么样啊 什么怎么样啊 老同学了 你别跟我绕弯子了 上次不是说要表白吗 结果怎么样 对 失败了呗 不过我已经想通了 想通 感情的事 还是不能勉强的 我还是 不要太强人所断 想您对我 也完全没有男女之间的想法 这么容易就放弃了 不是我容易放弃 是真爱无敌 对了 燕燃 不是我给你泡冷水 但我觉得老姑这次 也是动了真心 我知道你一时接受不了 但我也自顾不暇 安慰不了你 我不需要安慰啊 我也并不认为 他们所谓的感情 能维持多久 我这说的都是真话 不是气话 行了 我先回去忙了 再聊吧 想什么呢 这么出身 我觉得我今天试音的时候 没太发挥好 我平时练习的时候 都比今天发挥得更好一些 的确 今天发挥得不太好 对不起啊 我之前还浪费了那么多时间 让你帮我练习 对不起 顾总 那个 我下一次一定会注意的 你要的文件 我下午就会送到 您的办公室里面去 好 天台等你 什么事啊 这么神秘 还要到这儿来说 你居然还换了个发型 透气 评分表 你的 怎么 不敢看啊 是谁说的 就算选不上也不会灰心 看就看 我最起码还是能选上 一个龙套的角色吧 我居然有这么高的分啊 恭喜了 女二号 我 女二号 嗯 名副其实靠实力得来的 你说 你确定没有给我打高分 这里面都是平均分 所有老师打的分 在我手机里 密码是你的生日 自己看 什么时候开的密码 你二号 没想到这个唐雪这么不争气 居然让夏晓妮拿到了女二的角色 是啊 而且顾总那么快就决定了 都不再给唐雪一次调整的机会 顾总这次也太不给你面子了 我觉得夏晓妮她一个新人 不可能是是女二的角色 这个圈子说到底 还是要凭实力说话 我倒想看看这个夏晓妮 到底有多大本事 我不会跟你缴 唐雪老师不好意思久等了 这里 咱们要不要换个地方 有话直说 好 是这样 关于角色的事情呢 我们郝总非常抱歉 也很遗憾 这次没能和您达成合作 但是郝总本人是非常欣赏您的 您也知道 这事我们好总一个人说了也不算 好 无所谓啊 反正长我的角色那么多 我也不缺你们这一个 那当然 唐雪老师的人气跟实力 都在这摆着呢 问一句 最后你们女儿定的谁啊 夏晓宁 一个新人 一个新人 她很优秀吗 这优不优秀的我也不知道 但是 她是我们顾总的私人助理 原来如此啊 裙带关系 行了 我明白了 最近 要是有什么人来公司找我 一定要严格报备 没有预约的一律不让她进来 好的 老板 对了 就算有预约 也要提前跟我确认 尤其是女生 知道吗 好 您放心 你好 怎么又是你 你早上不是说要上班吗 现在都下班了吧 我正好路过 所以来看看你 你猜我姓吗 反正我是姓蓝 你先回去吧 你先回去吧 金大小姐 我可是很忙的 我也是很忙的 不要耽误时间了 快上车吧 还带强买强卖的 去哪儿 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不是很忙吗 还我去哪儿 你去哪儿 现在不忙了 哎呀 我们做编剧的 时间是可以自己调节的嘛 好啊 赖上我了这是 不行 我必须得想个办法 把这个温室送送 又出金款了 又出金款了 妈呀 这是在抢钱吧 这么贵 怕了 怕了 这是在暗示我 原来是个白金 这就好办 你去哪儿 你在车上说的这家店 这个品牌 就是这家 对啊 对啊 看来 你还是很关心我的吧 只要你停止喜欢我 追求我 爱慕我的一切行为 这里的衣服 只要是你看中的 都是你的 嗯 现实的男人才会认为 女人也是现实的 给你多加一条属性 肤浅 既然你要冲大头 我也就不和你客气了 好看吗 好看 好看 就这些 白白吧 白金女 好戏才刚开始 你好 你好 买单 我只不过是个 连B轮融资 都没拿到的创业公司 表面看起来风光 其实外强中感 说是老板 也就是免费给自己打工 根本没赚几个钱 这些衣服 刚才要花掉我下个月 乃至下下个月的房租喽 先生 我们店的衣服没这么贵吧 难啊 行啊 开始飙戏了是吧 没关系 大不了结婚之后 你负责貌美如花 我负责赚钱养家 刷我的卡 请问一下那边是男装吗 是的 小姐 要不过去买两件 我买的 不用客气哦 别那么见外嘛 耍音不痴 油盐不紧 看来我这是西风对手了呀 小姐 您的卡 那个 衣服我不想要了 可以退吗 不好意思 小姐 我们店没有质量问题 是不能退换的 就两件 真的不好意思 小姐 我的稿费 我还没有把你捂热 怎么就不见了 就回家这么一点路 你还送啊 那不然 去我家卫鱼 我晚上还要回去做功课 我可以辅导你 我最近看的都是理论知识 等我需要你的时候 我再去找你 哎呦喂 柠檬树上柠檬果 柠檬树下 只有我 帮我拿一下 我开个门 瑶瑶 你买这么多衣服啊 你不过来 估计下个月 真的要你保养我了 顾总 今晚小您归我 你自编啊 拜拜 这么贵 杨阳 你就算是刚发的稿费 你也不能这么花吧 要不说 先表白的就输了 她知道我喜欢她 肯定为所欲为我 等等 你说表白了 你这么快就表白了 没办法 谁叫我是个眼狗呢 算了 这一次就当她一 我已经想好下一次对付她的计策了 对了 瑶瑶 我跟你说一件事情啊 我选上女二号了 女二号 晓宁太棒了 抱一下抱一下 谁啊 胡马罗送餐 夏小姐 您订的餐 我的 瑶瑶 你订餐了吗 没有啊 送错了吧 地址没错 您是夏小姐吧 我是 那就对了 这是您订的餐 谢谢啊 请慢用 嗯 福满楼 夏小姐 你的晚餐是否签收 一起吃饭吗 我自己点的外卖我都给忘了 我先进去吃了 顾总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浪漫了 为了庆祝夏晓宁获得望川女二号 特意奉上夏晓宁女士最爱吃的海鲜饭 你看着我干什么 你们也一起吃啊 我不饿 我就想这样一直看着你 你不吃那怎么能叫做我们两个一起吃饭呀 好吧 那我陪你 好吃 嗯嗯 你们两个也太夸张了吧 福满楼情侣套餐这样吃 娘要 你要不要来一份 别别别 我在这儿当电动炮 你家顾总怕是用眼神就能杀死我吧 我还是不出这儿了 谢飞吃了吗 要不我也得一份套餐跟她一块吃吧 我告诉你啊 我们家瑶瑶 要开始正式地追求谢总了 那挺好的 恶人自有恶人魔 我们家瑶瑶才不是恶人呢 我说的是谢飞 吴兄 这月圆美酒 何以一人独隐 这便是你的待客之道 若是朋友 我自食美酒奉上 可惜 你不配 你舍得杀我吗 这一千年 不变得只有你和我 你杀了我 你便失去了这世界上 唯一的了解 一千年 今天得到了成绿这个角色 真的很开心 我一定会加倍努力 早一点成为 可以站在墨布宇身边的那个人 一天没见到你人 干吗去了 约会啊 夏小宁跟你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 老顾啊 你别得意 我告诉你啊 你竟然决定跟小宁地下恋 在公司就收敛着点 今天我在茶水间 已经听到有人在聊八卦了 有人的地方就有八卦 我想公开 可小宁不愿意 这是我占小宁 虽然说 小宁是凭自己努力拿到女儿 但不排除其他人会有想法的 有想法的人多了 舆论就多了 这舆论多了 我知道 我在等一个机会 还你解决不了的事 你今天 没跟金瑶一起吃外卖啊 我就知道小宁会跟你八卦 不对啊 老顾 你以前可不是这么八卦的人 说 是不是小宁派你来给金瑶当说客的 你想多了 色令至昏 你们 连鱼都养伤了 原来现在是我多鱼了 走路 别走啊 今晚你可以住在这儿 小宁 今天家里有事要处理一下 晚点去公司 小宁 你今天直接去录音棚就行 顾总上午应该都不来了 嗯 我知道了 那 我这边有两份文件 需要顾总签一下字 那就麻烦你了 给我吧 洛丽姐 郝总今天是不是也没来上班啊 郝总啊 郝总跟顾总去父母家了 啊 见父母 你们那么八卦干嘛呀 人郝总跟顾总两家是视角 从小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那一起回家看看 不是很正常吗 还有这一层关系啊 可真不一般啊 你们好好聊 我先去录音棚了 对了 小宁 还没恭喜你呢 得到了你儿 对 加油啊 谢谢 叔叔 阿姨 陈宇 夕月 真的谢谢你们 陪我来这儿 这儿 你怎么还跟我们客气起来了 一直以来 我和你顾叔叔 都把你当自己孩子一样看待 你可不能跟我们客气啊 阿姨 我想当着我爸妈的面 好好谢谢你们 这些年 要不是你们收留了我 我在这个世界上 只能一个人孤苦伶仃他 其实 我真的好想 能一辈子 都跟你们在一起 孩子 你都这么大了 又这么优秀 当年我跟你爸说好了 让我们亲上加亲 结为亲家 老好 可惜了 你看不到子女成婚了 甚么幻言 配上你的神仙 你许愿 我都为你实现 虽然不曾看见 换上你的脸 就让我醉了半天 那我心血 你冷酷的深陷 想热烈 却又那么永远 你给我的留言 再听了一百遍 听起来 真的很甜 为我解下 最完美的开头 不经意的邂逅 等候是谁 忍不住先开口 解锁成就 为牵你的手 就做朋友 漫长的等候 星辰的温好想被拥抱 告白的习惯 活在我上 甜蜜的牵脏 终于看见你了 却又想逃走 我感谢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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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